今天下午金船 一架空情总队的海豚直升机 在高雄小港国际机场训练时 遇到强烈侧风 发生坠落意外 海豚直升机就躺在跑道上 四片主旋翼片 尾轮尾翘等破损 救务车及消防车都在一旁待命 幸好机上五名人员自行脱困 五元下来人员军安 人员军安都完全没有受伤 附近民众说意外发生时 听到一声巨响 地面上的石块被坠落的直升机 喷飞到数百公尺外 幸好没砸到人 空总表示 正驾驶王世贤年资18年 飞行海豚直升机时数有3278小时 是海豚直升机教官 曾经于八八风灾时执行过搜救任务 副驾驶彭信民年资14年 飞行时数441小时 今天下午两点进行训练时 前面已经训练了一个小时了 已经在外场训练了一个小时 等到下午3点35分 在跑道上进行紧急训练时 不慎从30尺高度翻覆 靠倒在跑道上 我们有要求按规定 都应该要在30尺以上 但是操作不是就是没有办法 总之来不及带过来 就直接飞机扣过来 在驾出式的直升机 机灵27年至于意外原因 还要进一步调查 小港机场下午也关闭4小时 有15架搬机受到影响 动物新闻高雄报导